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韩飞老师 今天在这里呢 跟同学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 和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邮政特考 外情部分的大数据考点职集 邮政法规大义 以及交通安全常识 我目前呢 任教于至光公职系列 在平常呢 上课的期间 同学们总是很认真的 和老师们针对 有关于准备考试的 考试的重点 准备的方向 甚至于准备的技巧 来做讨论 那当然呢 在谈到所谓的准备邮政特考的方向的时候 同学一定都会留意到 所谓的历届试题 那之所以呢 同学们会特别关切历届试题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 虽然对我们来说 邮局就是最方便的 好邻居 我们常常去寄包裹 去寄挂号 那偶尔呢 因为挂号邮件送达的时候 我们不在家 所以呢 可能也会三天两头跑邮局 去领取所谓的邮件 但是对我们来说 整个的邮政法规相对而言 它绝对是陌生的 因为过去呢 即使我们念的是法律相关的类科 我们也绝对不会去念到邮政法 好那至于呢 邮件处理规则自然也是相同的 好那因此呢 到底要怎么样的去准备考试 怎么样的精确掌握重点 那自然呢 针对历届试题的学习 绝对是不二法门 好那但是呢 要特别特别提醒的是 因为我们准备的是法规的类科 所以法规类科在学习上啊 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去看历届试题的时候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从距离现在的年代 最新的法规开始看起 因为呢 我们考试的主办单位 绝对不会呢 有一个专责的人员 负责替我们 针对所谓的历届试题 再去搭配现在最新的法规 去做一个核对跟调整 好那也正因为这样呢 所以对于自学的同学来说 其实是很辛苦的 举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邮政法在107年做了修正 我们的邮件处理规则在108年 分别都是在年底做了修正 可是我们知道呢 在107年108年呢 那都有所谓的邮政特考 好那所以呢 伴随着的问题就是 即使我是看的是107年的历届试题 但是呢 当时有关于邮政法的考题 其实它的答案在现在来看 已经是不标准的 因为107年又做了法规的增修 那同样的呢 邮件处理规则这样的状况更严重了 邮件处理规则在108年 伴随着配合着邮政法在107年的增修 那邮件处理规则在108年也做了调整 但是呢 即使我们参加的是108年的考试 那当时的试题对应的答案在现在也不标准了 甚至于会碰到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单选题变成复选题的状况 那正因为呢 同学常常拿历届试题来和同学 来和老师做讨论 这也呢 兴起了武汉宝城出版公司 来合作出版大数据考点职集 邮政特考系列的专门用书的 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的源起了 那所以呢 在我们的外勤人员使用的 我们的这一本的邮政特考的 大数据考点职集 外勤邮递业务 运输业务等等的专业的考用书的这个部分呢 好 我们就以这个历届试题 作为我们书本编辑的主轴 好 那因为我们这是法规 所以我们的历届试题的范围呢 好 收录的 是比较有限的 就是近年来的这个部分 那不希望呢 提供太多的 已经过时的考题来误导同学的准备方向 那当然呢 还有一个原因是啊 我们距离这个考试的时间也是很接近的 所以希望呢 能够尽量帮助同学可以做最有效率的学习 好 那因此呢 我们的书本是以历届试题作为一个基准 然后呢 针对我们的邮政法 邮件处理规则 以及交通安全常识 分别依照考试的重点来区分为若干重要的考点 那我们经过科学化的分析 将最容易出现的考题 分门别类 那透过试题的归纳整理 很具体很完整的呈现考试的命题焦点 那希望呢 透过这本书的一个编排 能够让同学精确的掌握考试的重点 那同时呢 也非常希望同学可以配合着我们的教学的影片 能够针对我们的邮政特考 法规类科的准备 能够更掌握正确的一个方向 可以在最有限的准备考试的时间里面 达到最有效率的学习 那这本书呢 我们在这个编排上头有几个重要的方向 第一个呢 我们会在书本里面帮同学整理出来 所谓的这个必备的条文 我们在相关的条文当中 特别标示关键字 这是在选择题作答的时候 特别特别要留意的 好 我们会在特别的呢 在书本当中针对必备条文 做关键字的提醒 那再者呢 我们会整理所谓的观念描冻 尽可能呢 用表格化的方式 那帮助同学做一个重点的呈现 好 那再者呢 好 我们会针对我们的历届试题做解析 好 那在历届试题之前呢 我们也会去呈现所谓的学习秘诀 好 那提醒同学 在各个单元 各个重要的考点 有哪一些是细节 哪一些是特别特别 要值得注意的事项 会在学习秘诀的部分 做提点 好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主轴 我们的大数据考点直集的 一个基础的资料 也就是我们的试题观摩 我们所谓的经典试题 在这里呢 我们统整了相关考点的历届试题 有浅入深的为同学做了试题的编排 而后呢 搭配着提题的详解 最重要的是 如果涉及到法规的修改 而针对该试题 有特别值得需要注意的部分 那我们呢 都会很详细的跟同学做说明 那也正因为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帮助同学 您在准备邮政相关法规的同时 可以相对是比较轻松的 是比较安心的 比较不用担心 我做的历届试题 当时给的标准答案 在现在看来 究竟是对 究竟是错 是没有办法很确定 可以很放心 很踏实的 好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透过我们的提题详解 能够很正确的去做相关的引导 让同学的学习是可以很正确 同时也非常的有效率的 好 那另外呢 我们搭配着我们的大数据考点直击 那也有相关的教学的影片的课程 好 那希望同学呢 能够善用我们的这一些的工具 俗话说的好 今天呢 这个要把事情要能够做得好 要把这个考试呢 能够这个达到最好最好的一个成绩的表现 那公欲善其事 是必先利其器的 好 那希望同学呢 能够善用我们的教学 我们的学习的工具 透过我们的课本 以及我们的教学的课程 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学习效果 那韩飞老师也在这里 预祝同学高分上榜金榜提名